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因為一起讀 你討不討厭孝龜呢? 我想應該每個人都不太喜歡孝龜了 在我那個年代 唉 我小時候是還在戒嚴中 靠北 也不是說洩漏年紀 洩漏自己老成是甚麼狀態 Martial law 就是戒嚴 然後到了國三 對不起 小三小四 解嚴了 然後 那時候就法禁就解了 所以在我小時候我聽聞國中生 還必須要剃平頭 然後女生則是什麼髮型會忘了 就到我國中的時候就不用剃平頭了 So I was pretty happy about it 可是我們還是會被學校建議說 你頭髮就不要超過耳朵 以前那個國中的時候留頭髮 只能到耳朵不能蓋到這樣子 但我現在問一些我的學生們說 你還有沒有髮精這些 他們就會說 No 他們說你可以頂個龐克頭去學校嗎 Yeah 我還蠻高興的聽到這樣子 We have so much more freedom nowadays compared to the past Happy for you 所以回到這邊 我們要探討的就是 你所聽過的 最蠢的校圖是什麼 What's the dumbest rule your school ever enforced? enforce這個字就是去執行他 所以強力執行一個 你可以執行或可以不執行 但是學校有執行的部分 你覺得最蠢的是什麼? 那我們應該講過警察除了叫做 police之外 黑人都會唸成the police 那你也可以叫他law enforcement 這就是警察的另外一個說法這樣子 好我們就馬上來看下去 第一個人說 not being allowed to wear hoodies, jackets or sweaters that lacked the official school logo 所以不被允許啊 穿hoodie 什麼是hoodie啊? hoodie hoodie就hood這個字的變化嘛 那hood是什麼? hood是 翻譯成帽子 可是他跟cap或者hat又不一樣 這是我們比較常看到的兩個帽子 還有像其實帽子很多字 像還有一個叫fedora的 那種有圓的那種一圈的帽子 fedora 可是這兩個hat是最常看到的 那hood是什麼? hood這個帽子其實是 斗篷類的可以照頭的那種叫做hood 所以hoodie其實就是帽T 所以連在你的衣服上的 帽T都連住嘛 所以我們叫他hood 所以你的帽T上的帽子不可以叫做cap 也不可以叫做hat OK 所以小紅帽的那個紅帽不是hat也不是cap 小紅帽叫little red riding hood 他後面有一個riding hood這個詞 說真的這就是一個名詞 他就是騎馬用的那種斗篷 所以小紅帽其實是穿著一個騎馬用的斗篷 所以他不是戴著hat也不是戴著cap 所以這個補充帶也夠了 所以他不能夠穿戴hoodie或者jacket或者sweater 是上面沒有official school logo的 所以學校自己有出自己的產品啦 所以學生一定得穿有著logo的就是了 OK that's good 來下一個 這個就很荒謬 My school had three staircases along a very long corridor 我先把它讀完 we were banned from using the middle staircase because it got overcrowded the band was lifted once they realized it only made the other two staircases just as crowded 蠻白癡的喔 所以學校有三個不同的這個 staircase along a very long corridor 沿著 那staircase就是樓梯 一階一階的一種 這樣子 一整串的這樣子 我們有時候叫他一個stair 還有一個詞叫stairwell 我順便講一下好了 那為什麼有well這個字在裡面 這個well是井水的那個井 井水不犯河水的那個井 那那個就是在樓跟 就是樓層間的 你如果看下去不是很像一個井嗎 無限一直繞下去有沒有 小時候我對這個事情很害怕你知道 就往下看我就覺得 幹我要摔下去 所以那個叫做stairwell 因為他有井的感覺 那樓跟樓之間的這樣子 就下來 那那一串就叫做staircase ok 好所以他這邊講到 他有個stair 三個staircases 一個非常long的corridor corridor是走廊 所以走廊有這個staircase這樣下來 然後他們不能用中間的那個staircase we were banned from using the middle staircase because it got overcrowded 因為他會 太擠 因為太擠不能用 所以要只能用兩邊左右的 the ban was lifted once they realized 所以後來這個禁令呢 就被lift 所以ban這個禁令這個字 他前面會搭配 就如果你要解除的話 解除那個中文 的英文是什麼呢 很簡單就是lift 抬起來 所以我們把限令解決掉 多半用的字就是lift 就是把它抬起來 ok 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可是英文有時候是 有他自己的邏輯在 你不見得很懂的 所以這個ban就被lift 一旦他們了解到中間不准走 兩邊就超滿了對不對 那兩邊超滿你還是得想辦法 所以中間還是可以讓人家走了 所以 所以當他們發現 它只會讓其他兩邊的車道 只會讓其他兩邊的車道 你就讓兩邊的也一樣擠 那中間就讓他用吧 白癡喔 好anyway 所以這個thresh 有96個reply 不想看 來下一個 at my kid's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ad to smile while walking in the hall 這很像台灣的你知道嗎 以前啦 現在不會 所以在學校的 在他小朋友的小學裡面 學生必須要在走廊裡走路的時候 要微笑 ok 所以這邊看到走廊叫hall 前面還有一個走廊叫corridor 兩個字都能用 hall 跟corridor 好 計價生字 再來 if you throw snowballs you get a one day suspension so the first long weekend after the snow fall everyone would throw snowballs to get an additional day add it to the long weekend 蠻可愛的 所以要是你丟雪球 if you throw snowballs you get a one day suspension 你就要停雪一天 多爽啊 故意丟有沒有 那我們台灣同學甚至可能想 很難想像丟雪球是怎麼一回事 你只要去韓代國家 你很快就瞭解到了 而且那個雪下下來 可能一開始 很乾的時候 還黏不成水球 雪球 你剛才吐點口水在裡面 他才能捏成一塊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失血 比較好捏成雪球 好anyway 所以你就會得到一天的 suspension 就是停雪一天 所以 後面就講了 the first long weekend after a snowfall snowfall就是下雪了 所以snowfall這個字 rainfall snowfall 降雨跟降雪 降雨 所以有這兩個額外的名詞 所以降雪後的第一個long weekend 每個人 就都會 故意丟雪球 來幹嘛呢 在這個long weekend 再多加一天的 這個suspension 所以long weekend 變特別長 long weekend知道什麼意思喔 長作夢 好啦OK 再來 you can only use three squares of tp oh gosh 所以這個學校超奇怪 你只能用三個squares of tp tp很簡單 tp就是toilet paper 就測紙啊 那你知道測紙那種滾筒性的有沒有 滾筒式的那種 就一格一格的 所以學校只能用三格測紙 什麼鬼喔 OK 可能這個學校不是西方學校我在想 anyway three squares of tp 我們再補充一個東西喔 就toilet paper這件事情 你知道在萬聖節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trick or treat 對不對 不給糖就搗蛋 那你知道有的時候 會有人假裝不在家 因為他就可能沒準備好糖 第一個 要不就是他真的討厭小朋友 他不想看到小孩的臉 然後或者他認為應付小孩很浪費時間 所以有的時候你去叮咚叮咚 你會發現他媽沒人 蛤這個人家裡不在喔 那 現在小孩當然不敢怎樣 或者應該說現在小孩都是父母帶去trick or treat 因為父母有時候怕小朋友被掳走之類的 或者被性侵或幹嘛的 你知道現在 父母都超擔心小朋友的安危啦 所以都會陪著去 所以小朋友也不敢亂來 因為父母在 可是你知道就是古時候喔 要是小朋友在trick or treat 然後你假裝不在家 或者是你 反正就是他對你不開心的話 他就會真的會整你 他真的會有trick出現 所以不是只有trick 真的會有trick 有什麼trick呢 導彈 導彈有一個其中的方式就是 他們就會拿測紙 剛剛講的那種滾筒性的測紙有沒有 你抓著一頭 然後你把它一扔 那那個滾筒就會 你知道無限延伸 它就會拉長了 就很像丟彩帶一樣 然後他們會幹嘛呢 他們就會帶很多滾筒那個衛生紙 就丟你家 然後你家就很像被彩帶灑過 然後 然後就是側紙這樣子 哇這樣下來 從你的屋簷啦 窗戶啦 門口啦這樣子 哇這樣下來 那你要怎麼辦 你可以告他嗎 你可以怎樣嗎 事實上你真的不能怎樣 清得起來嗎 難道你要 拿個樓梯 然後開始在那邊去清下這些側紙嗎 太麻煩了吧 所以你的家就會醜 醜個幾天 醜到什麼時候 醜到下雨下雪 那你知道那個側紙一沾水 它就會爛掉 所以 然後就會再難看一陣子 可是總之遲早 你的那個 這些側紙會被水沖下來 然後你就再把它清理乾淨就好了 所以這是一個 沒有造成實質傷害的一種 整理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會說 我們TP了誰家 OK So we didn't get no candy so we TP this house 所以這個TP就變成一個動詞 就是 toilet paper 拿去整 拿去整人這樣 好我有點解釋 又 over explain 你應該懂了這樣子 Alright anyway 下一個 you have to wear your ID around your neck on the rope thing then the choking started OK 所以在學校你必須要帶著你的 ID 那ID就知道身份證這樣子 around your neck on the rope thing 你知道那個 rope thing 好像有一個特殊的名詞 我現在想不起來 但總之知道 就是掛一個識別證 然後接下來小朋友 就會開始拿那個東西 來choke人家 這樣子 OK then the choking started very stupid OK 好 然後 candy cans candy cans were outlawed because you could sharpen them to a point and use them as a shift Wow Dangerous candy canes是什麼呢 cane是拐杖 所以candy canes 拐杖堂 ok were outlawed the outlawed就是 不合法 because you could sharpen them to a point 你可以把拐杖堂消消消消消消消 消到一個尖的程度 and use them as a shift 把它當成小刀一樣搓人 shift 好可怕喔 就是暴力喔 那他就說 I went to school in rural Washington 他去的學校是 華盛頓的鄉下 we were definitely 再用兩個動詞 可能怪怪 we definitely weren't somewhere that shanking were to be expected 所以他覺得這個規則非常蠢 因為他讀書的地方 事實上是蠻安全的 shanking這種事是應該 不會被預料會發生的 所以shank呢 就痛人了 基本上 所以他覺得這個效果也非常蠢 這樣子 Alright 下一個我們把它看完就好了 所以 I got saturday school for missing a day of classes when I was 16 好 他所謂的 I got saturday school 的意思就是 他被懲罰 禮拜六還去上學 這樣子 那那個有什麼稱他為 有時候 你在學校不乖 然後被留下來 一兩個小時 我們有時候叫detention 這樣子 跟 跟現在的一些法律上會懲罰 人 就拘留所之類的 像我們知道那種 懷疑你是恐怖分子 你會被放在detention center 一樣的一個字這樣子 被暫時拘留這樣子 好 所以他禮拜六去上學 因為 for missing a day of classes when I was 16 16歲的時候 因為他缺了一天課 那缺課不見得一定要被罰吧 對不對 所以seems reasonable 看起來好像很合理 可是 except 但是 I missed the day of classes to go complete my citizenship 所以他缺了一天課 是因為他要去 他要去這個 拿公民啊 OK 宣誓公民之類的 and officially become a citizen alongside my mom it took us 12 years to go through the legal process by the way 好 所以他跟媽媽那一天 去宣誓成為美國公民 哇 OK 那總共花了12年 took us 12 years to go through the legal process 法律過程 whole other issue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12年也太久了 加拿大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花了6年左右而已 I had a note from my mother as well as a signed official federal form oh my god 所以他媽媽又給他一張字條 就是給學校說 欸你缺課是因為去宣誓當公民喔 以及還有一個 signed official federal form 那個聯邦的一張單子啊 上面還有聯邦的這個官員有簽名喔 所以正式的聯邦單子說 這個學生缺課請原諒他喔 they give you to explain to school or explain to employer 所以解釋 對學校解釋 會對你的這個雇主解釋 why you were absent 為什麼你缺席 缺席 缺席 absent 名詞是absence 事實上就是真的就是不在的意思喔 沒有存在 absence跟absent 那在的話就叫做present 以及presence 所以你的存在 你存在我深深的腦海裡 大概就會用到present或者presence這個字其實 ok這個存在 當然也可以用exist我想 ok好存在 那所以這個字特別提一下一下 所以他真的意思很多 又可以是禮物 發音也是present 那你現在在這裡跟不在這裡也叫做present you are present ok 那可是有一個動詞叫做做報告之類的 present ok 好所以present present 這樣 好anyway 所以你可以拿去解釋啊 有這個單子 但是他都沒有 那我們已經知道結果了 學校不熟 因為他還是得去禮拜六處罰一天嘛 so apparently the only acceptable absence 所以唯一一個能夠接受的 那這邊用名詞的一個缺席absence absence excuse 缺席的 借口 was illness 所以只有生病才能當成借口而已 so I got punished for becoming a citizen 我們變成公民而被懲罰了 超白癡的 ok 好所以這就是他講的這個愚蠢的效規 好 那有沒有什麼你認為你成長過程中 what were some of the dumbest school policies that you experienced when you were a student maybe you can share with me down below ok 好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好看 對 好看